依然承宜一句 志願意大部分是廢物 被國防部提告公然侮辱 而南昕陳維銘力挺軍方 留言告死這狗處 沒有指名到信 卻被陳怡反告侮辱 而說到了陳維銘 他出生在軍人家庭 原本從小就立志從軍 卻因為自己一個大厚道 被剔除了資格 之後他誤打誤撞 進了唱片公司當企劃 當時司馬中原講鬼故事正夯 陳維銘他毛遂自見 做軍中鬼故事錄音帶的點字 沒想到公司拿他的手稿 出書大賣 連續一年都是書店銷售的冠軍 而陳維銘透露 神明指示 他注定要在人世間當鬼王 為了完成一件事 說到靈異節目 第一個聯想到的 就是資誠鬼王的陳維銘 而讓人津津樂道的 是軍中鬼故事 他是不是真的穿皮鞋 有沒那麼囂張 就會看 很多人喜歡聽陳維銘談靈異 因為他迅速生動 觀眾仿佛也和他一起親身經歷 而台灣電視史上 第一個專門談鬼的節目 就是由陳維銘主持 剛好當時的製作人就是之前美鳳姐那個男朋友張富剛好當時手上有收集到幾支他拍到的靈異畫面 十二支靈異畫面 然後呢就把這個就很快就把這個東西結合就變成靈異節目 不但是台灣第一個靈異節目 而且也是歷史上第一個靈異節目 我讓你看到影片 一九九七年節目名稱穿梭陰陽界首播 在那個政府才剛開放民間電視台成立的年代 陳維銘和藝人李祖銘的靈異節目在媒體市場上一軍突起 這靈異節目紅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就是你要在我的穿梭陰陽界打預告 你要一搭六 你買廣告要一搭六 就是你要買穿梭陰陽界的廣告是嗎 可以啊 你要另外買六個廣告 就在這個時候陳維銘漸漸取代司馬中原 成了新生代的鬼故事大師 其他電視台也跟著分食大餅 不過卻沒有一個比得過他不斷開創的節目效果 我這兩個妹妹穿得很爽 很辣這樣 然後去鬼屋探險就看鬼屋探險 也是我們創鮮河 然後當時也是我們去想辦法找到一些靈異老師 慢慢培養很多老師 於是一個一個節目找上陳維銘 直到現在他帶領的靈異風潮 仍然沒有停止 我 幹嘛啦 但其實陳維銘從小的志願 是像眷村裡的爸爸哥哥們一樣 成為一名軍人 十六歲報考陸軍官校 沒想到就在體檢的最後一關 那個牙齒 牙科醫生檢查完 那個孫金五醫官 他檢查完以後他直接蓋一個不合格 他說你這樣長這樣你吃東西會很慢 我說報告醫官吃東西快慢是我的事嘛 趕不上是我的事嘛 然後最後那個醫官講說 你這樣如果你念陸軍官校 那你將來如果當上總司令的話 你在台上講話會很難看 天生的大後道 讓陳維銘在靜官校的路上 栽了一個大跟斗 連當時在警備總部當官的爸爸 也沒辦法解套 就從老蔣一直到蔣英國 過去的將校任命的時候 就當你比方說上校 要升到少將的時候 總統真的會看你的長相 既然將軍夢這輩子是無望了 喜歡畫畫的陳維銘 轉去念复興美工 畢業後就進入唱片公司當企劃 兼職美編 有一回老闆突然要求陳維銘 在歌手的MV嘎一腳 從此翻轉了他的命運 當時的芙蓉製作公司 就是芙蓉 芙蓉當時的製作公司 他播出這個MV的時候 他看到我 他就說這個人是誰 把他找來 然後他就把我找去 是應該是 因為當時找的都是一些 青面獠牙的人 小姐 你的錢包掉了 陳維銘萬萬沒有想到 當年阻礙自己人生的厚道 反而成了大招牌 將他推入日進斗金的演藝圈 他和許孝順 郭子乾等 初出茅廬的藝人 演出搞笑劇連環炮 沒想到大手歡迎 收視率甚至打敗了 當時最紅時段的 楊麗花歌仔戲 然後楊麗花 還有一天還想說 我沒來看 今天是少年 給誰說什麼看 然後他有一天就真的 大批人馬是來看我們錄 雖然連環炮讓他嘗到了 出紅的滋味 但陳文明還是繼續做唱片企劃 有一回做完歌手唱片後 遇到了發片空缺 他突然想到 自己在當兵的時候 聽了不少學長流傳下來的鬼故事 於是大膽地和老闆提出 不如來做一張鬼故事錄音帶吧 結果一做大賣 大賣就發貨那天就大賣 然後大賣以後老爸就 那你趕快再出第二集這樣 我就準備要出第二集的時候 出版商就找來了 1992年那時候國防部還很封閉 陳文明推出第一本軍中鬼話 引發了民眾對軍營的好奇心 他的書成為銷售排行榜冠軍 更讓社會輿論為之沸騰 像基隆市議會拿我這個書去吵架 拿我這個書在上面吵架 說這種東西怎麼可以 什麼謠言禍眾 我們的小孩子以後怎麼敢當兵呢 連國防部 連國防部裡內部都要開會 政戰部都要開會 就有一派的人主張要告我 因為我當時寫的就是 哪個部隊 哪年哪月誰都清清楚楚 所以當時軍方的青壯派就覺得說 他寫的東西其實都是我們部隊 真正在傳的東西 那與其讓阿兵哥一代傳一代的 以而傳而 你不如讓這個書讓大家看說 就這樣啦 不要再亂傳了啦 於是軍中鬼話居然由黑返洪 變成當時部隊裡頭的公發書 更奠定陳文明鬼王的稱號 我出第一本鬼故事的時候 那我有拜師父嘛 我會場上去師父那 師父就跟我講說 他看到我就說鬼王來了 師父跟我講 這都是師父講的話 師父都說你這個人的天命 就是要讓世人跟 就是要讓世人了解鬼是什麼東西 或許正如師父說的 陳文明的故事說得越多 就碰到越多沒辦法解釋的現象 採訪中他想起前陣子 和一群藝人好友到廢棄的學校 玩生存遊戲 我這個槍剛拿好 你就聽到這邊喔 你就聽到這邊那個地上 有一個聲音踩到 就是很明顯就是踩到地上的雜物 這樣殺了一聲 然後殺了一聲呢 我還沒有回頭 我是還沒回頭喔 我眼睛這樣 剛要轉就在耳朵邊 而且真的是耳朵邊 一個我這一輩子 永遠不會忘記的聲音 在耳朵邊一個聲音是 我不騙你我立刻跳出來 啪 衝回去 立刻跳出來衝出去 而且我一衝進司令部的時候 他們所有人槍管都對我 這件事陳文明想了好久 或許這個好兄弟 不是要來嚇人的 他是一個鬼 他想跟你發出什麼聲音 他發不出來 鬼是沒有辦法講話的 過世的人 想要透過陳文明幫忙的 當然還有自己的好朋友 2013年 榮祥促世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遺霜賴千禾 有一回 陳文明到大陸出差 碰到了一名自稱榮祥的親戚 之後離奇的事情隨之而來 你知道嗎 我那天就是從機場 碰到了這個人以後 接著我在櫃檯 又碰到另外一個 也是榮祥的什麼朋友 然後我進貴賓室 又碰到一個榮祥的什麼朋友 然後我上飛機 旁邊坐了一個是 榮祥的什麼什麼朋友 然後接著我 那次飛到松山 我一到松山 出來要坐計程車 又碰到一個自稱榮祥的朋友 陳文明打了一通電話 給賴千禾 就千禾當剛 千禾拍了一部戲 沒有拿到酬勞 然後我就給千禾出意見 然後就 電話掛了 我才知道說 榮祥你要叫我 幫你處理這個事情 榮祥和陳文明 一胖一瘦 體態反差大 過去常常成為笑點 通為搞笑咖 兩人成了好友 而對陳文明來說大後盜 更經常被演藝圈朋友 拿出來開玩笑 逗樂觀眾 你開罐頭的速度應該很快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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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和把妹招數 我真的很喜歡你 好 你有空好不好 樹立愛玩花花公子的形象 但陳文明的第一段婚姻 卻是慘遭外遇收場 你離婚的時候不知道什麼狀況 你就覺得 你就覺得這個女人越愛越不愛你 不願意跟你睡在一間 一張床上 不願意跟你一起洗澡 不願意跟你上床 甚至不願意跟你見面吃飯 離婚後的情路更加不順 她和藝人侯立方的侄女 侯文廷交往同居六年 卻在分手後一個月 說到女方控告自己欠債的傳票 上頭還附上一張 蓋了印章的三百萬戒具 這個本票從頭到尾沒有我的名 沒有我的字機 沒有我手寫的東西 但是蓋了一顆我的印章 因為她跟我同居 然後最厲害的就是 開票日跟還款日是同一天 我沒有開過這個東西 陳文明說他當時又發現 前女友疑似冒名辦信用卡倒刷 上法院和侯文廷互告 一審 陳文明被判敗訴 判刑八個月 前女友獲得不起訴 你有沒有想要反駁或什麼 沒有 都沒有是不是 對 然後對方是幹嘛的呢 對方是幼稚園的老師 所以你覺得這關事我會贏嗎 後來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父親 對方的父親 當時是華航的法律總顧問 準備佛金而已 沒什麼 才一審 陳文明就選擇直接入獄 他覺得前女友的後台印 這是一場沒有勝算的賬 不過這場誣告官司中 銀行行員曾經出庭證實 何卡時曾透過電話 和陳文明確認 我即便坐完牢了 他還一天到晚找流氓 找黑社會到我家來 他就要錢 就是他就要錢 三百萬 原本可能開花結果的第二春 就在鬧上媒體擺面後 難看收場 陳文明變得不太相信女人 他後座永遠都在不同的人 他流連酒店風流渡日子 更鬧出了不少新聞 周刊爆料 陳文明在夜店 因為禁酒衝突 差點被槍擊 年紀過了半百的陳文明 當然也想找個伴好好定下來 但他在受訪時也說了 自己看人的眼光是每況愈下 然後三年前 又交到一個女的 很漂亮 然後剛認識的時候 他就說他要嫁給我 接著我就發現 比方說我今天晚上 跟你講過電話 第二天他不記得我們通過電話 甚至他第一次到我家過夜 我們第一次上床 之後他不記得 然後慢慢你觀察他的行為 你就發現他應該是課藥 雖然流連情場好像完事不公 不過2017年 他透過兒子得知前妻 因為癌症末期 交往二十年的男朋友 提分手離開了 他二話不說飛到加拿大 陪這個曾經萬遇劈腿的女人 度過人生的最後一個月 我們在婚姻當中我有承諾過你的 那你不願意我就算了 你也沒了 那我去執行我的承諾 我覺得只是在執行我的承諾 過去的仇恨現在看起來都很渺小 他二十三歲的兒子 加拿大大學畢業後不打算回台灣 這位鬼王看似截然一生 卻活得越來越年輕 他玩生存遊戲 享受團體奮戰的過程 其重機體驗快感 面對感情他無所求 程維銘說自己說了那麼多的鬼故事 其實唯一重點就在 生死都是一瞬間 遇到任何事 看淡些讓自己好過些 那就是最棒的人生真諜